前層的細紋 是因為皮膚表面 我們的表皮層缺水 前層的細紋是因為皮膚表面 然後乾燥保水度下降 所以造成的 那深層的動態紋的話 大家就知道 是因為肌肉過度的運動所形成 那一般深淺層不同 所以我們的治療方法也不一樣 前層的細紋呢 是要加強做皮膚的保濕 把皮膚的保水度拉上來 那特別是針對於眼睛的周圍 嘴唇邊緣的細紋 一般會有一些特別設計的產品 例如像眼霜 或者是嘴唇周圍的護唇霜 去加強皮膚的保濕 那深層的動態紋的話 因為它是底層肌肉運動的關係 所以通常都會透過 比方說一些肉毒感菌的注射 去放鬆肌肉 例如像笑的時候 出現的效紋 那有一些人呢 因為膠原蛋白流失 所以它的皮膚的膠原蛋白 減少之後 會讓底層的動態紋 變得特別的明顯 這個時候它就會透過 比方說像電波音波的治療 然後去刺激 真皮層的膠原蛋白真身 就是一改善那個皺紋形成的情形 眼霜它的差別只是差別在 它的乳液的質地成分比較細 所以它適合擦在皮膚比較薄的位置 如果皮膚特別敏感的時候 好的眼霜 它甚至可以全臉塗 因為眼霜太醜的話 你擦在眼睛周圍 如果皮膚敏感或是吸收不好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有堆積 在眼睛周圍形成一顆一顆的 顆粒的感覺 有的人叫它肉牙 有的人稱它為素粒種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在於 你挑到的那一盤乳液 它的質地成分是因為比較精緻 產品比較不複雜 沒有添加過多的香料跟防腐性 你的眼神 禁止 裡面